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红潮经文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0月5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中共的清零风控已经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运动 最近云南西双版纳居然出现了武警持枪 封控百姓的画面 10月4号 西双版纳机场突然以疫情为由紧急封控 约15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大厅 旅客与防疫人员发生争执 随后当局居然派了一批持枪的大白抵达机场 西双版纳居民夏先生告诉希望之声说 这更激怒了百姓 有人怒问说 如果中国人对六四天安门镇压还有记忆 或许就不敢问的这么理直气壮 中共屠杀平民其实从见证开始就没停过 许多网友看到西双版纳大白用枪指向人民时表示 现在群众很激动 见到了国家的力量 不过是另一种方式 第一次见防疫人员拿枪的 三年了没见过这事太离谱 不知道的人以为中国枪支自由了 微博上的几个帖子 也可以让外界猜测一下当地发生了什么 有人写道 西双版纳机场突然疫情封闭 有超过15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 不给外出也无法预定酒店 希望政府和机场给一个答复 留言区有人补充说 其实确诊病例就一例 而且在2号就出现了 但西双版纳政府没有公告要封城 3号还有许多游客陆续抵达 结果就给关在了机场 有被困的旅客把视频发到了国内的社交平台上 但很快就被封杀 夏先生说 幸好中国网民还可以翻墙 当天稍晚传出的另一些视频显示 当局又派来了大批的警察 和百姓发生冲突 现场许多人高喊 警察打人了 场面一片混乱 20大前 中共的地方官员 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 封控变本加厉 新疆当局4号晚间表示 当前疫情是新疆历史上 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了防止疫情外溢 已经全面停止离江客运列车 而且乌鲁木齐市居民不能离开乌鲁木齐 然而就在清零政策在伤害百姓的同时 被中共派系斗争拿来当作武器互相伤害 于平海旗下的香港01最近发表 与20大有关的评论文章 提为塔西陀陷阱不是威严耸听 其中就谈到在动态清零的总要求下 中国正在陷入塔西陀陷阱 文章引述了习近平2014年的一段警告 习近平说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提出了一个理论说 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 无论发表什么言论 无论做什么事 社会都会以负面评价 这就是塔西陀陷阱 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 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严重的 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香港01的这篇文章最后顺着习近平的口气说道 在疫情第三年的今天 塔西陀陷阱不再是威严耸听 而是中共未来5年面临的切实挑战 阿波罗网认为结合香港01 清江曾派系的背景来看 这是反习派系借习近平的话 习近平的政策来打击习近平 江曾为了权斗 干脆扮演忧国忧民的角色 文章最后还发出亡国亡党的警告 其实就是为了争夺权力罢了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号在推特上曝光了一封 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向哈德逊研究所施压的信件 信中对蓬佩奥制作的 跟中国人民对话系列视频表示强烈不满 蓬佩奥表示 中共想让我停止讲述真相 这不可能 同时附上了一个丢垃圾的标签强硬回应 蓬佩奥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他日前发布了两期视频 一个题为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 指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中国人民为敌 其最大的谎言是自称代表全中国 第二个视频题为中共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 指出中共试图以种族问题来分裂美国人 就美国种族问题向世界撒谎 同时指出历史上最反华的势力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的施压信称 蓬佩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职责 信中还用大量的篇幅吹嘘中共领导中国人取得了所谓的巨大成就 还假借哈佛大学的民调称 九成的中国人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感到满意 最后还称任何要切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企图 注定要失败 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 桑普指出 蓬佩奥的言论触碰了中共的最大禁区 蓬佩奥获得了大量网友的留言支持 有网友说 做中共不想做的事 说中共禁止说的话 那就是在为人道正义而战 如果他们相信自己讲的 就拆掉防火墙给中国人民选票 还有人讽刺 中共引用的所谓民调说 90%被调查的中国人 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满意 剩下10%的人现在关在牢教所 无法做出回应 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 对本泰表示 中共驻美大使馆做出如此不当的举动 并非因为不懂美国 是象征中共内部的政治文化 已经极向极左的一个路线 但是这样的做法 其实对北京来讲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我觉得中共目前做的事情 都是拿石头扎自己脚 他认为中共今后 还会继续使用类似的做法 韩国近日再次爆出中国人走私人肉胶囊事件 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有人认为这不仅破坏人伦 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据了解 所谓的人肉胶囊就是将自然死亡 或者是银产死亡的胎儿制成胶囊 然后私下贩卖 因为有人相信这有大补的功效 所以供需都有市场 根据大纪元报道 韩国国民力量党议员金颖轩 9月28日从关税厅获得的资料显示 从2016年到2021年的6年中 韩国海关发现6宗走私人肉胶囊事件 在入境韩国的旅行者随身物品中 查获了这种胶囊一共1000多里 从2016年到2018年发现5宗 之后两年内未查出相关事件 但是2021年又查出一宗 2011年 韩国海关首次查获人肉胶囊 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 对部分查获的这种胶囊成分进行了分析 发现其中有像头发一样的东西 检测结果显示基因序列与人类完全一致 连性别都可以区分 当时韩国社会一片哗然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韩国SBS电视台随后侵赴中国 暗访调查并拍下了中国医院方面 与黑市人员勾结 贩卖胎儿尸体以及制成胶囊的部分过程 2011年8月相关事件在媒体上曝光 据报道SBS电视台的暗访现场是中国的一个中小城市 黑市人员从医院获得了冷冻胎儿尸体之后 将其用一种机器烘干 然后送到专门进行粉碎和包装的工厂制成胶囊 这种胶囊被描绘成是一种滋补的良药 在中国黑市贩卖 中国的朝鲜族人将其买下之后 按中大的韩国在黑市以高价出售 根据韩国官方调查显示 仅2011年到2013年期间 韩国走私人肉胶囊事件超过了100宗 共查获这种胶囊高达6万多例 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会长李胜元表示 中国黑市将人肉做成胶囊贩卖 并持续不断走私到韩国 这都说明中共治下 无神论对待人体的这种非法行为 已经到了没有道德底线的程度 也已说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 缺乏对人的遗体的基本的人伦道德意识 以及法律意识 他强调韩国社会应该持续公开的讨论这种案例 施加压力阻止在中国发生加工人肉 并秘密贩卖的事件发生 报道指出 人肉胶囊不仅存在破坏人伦的问题 同时还存在严重的健康安全隐患 韩国食药厅曾透露 人肉胶囊是有可能感染细菌的危险物品 例如2012年韩国食药厅的检查结果显示 一粒人肉胶囊中就可以检测出187亿支起菌 其中还发现了乙肝病毒 金印宣呼吁为了韩国国民的安全 在通关过程中应该彻底阻止不适当的物品进入韩国境内 中共防疫政策层层加码 大陆各地更是奇招百出 10月3号河南州口市沈秋县发布通告 悬赏举报发热人员 每举报一名阳性发热者可获得人民币5万元 这种极端的防疫措施引发了民间的巨大争议 根据今日沈秋消息 河南省州口市沈秋县发布的这条防疫奖程机制公告称 在医疗机构 酒店 饭店 药店 超商 出租车等少点扫码 发现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室人员 以及上报符合条件的可获得政府奖励 例如一名黄马人员200元人民币 一名红马人员500元 一名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室的发热人员5000元 若该发热人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升至5万元 一名不扫码人员100元 相关消息一经发布就立刻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有网民说 发现一个阳性奖励5万元 出台这个政策跟闹着玩似的 是鼓励发展进口羊还是倡导收购流浪羊 还有网民嘲讽说 这是挣钱的机会来了吗 太少了 最少一个也得50万吧 观众朋友 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提到 中共所有的座位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您认为呢 欢迎留言讨论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